我们继续讲弊论 教材194页 原文倒数第七行 开始讲 前面呢我们上解课已经讲过了 现在从诸弊不已 异议内也 其风气胜者 其人异议也 从这往下啊 就是讲的 这个弊症的深浅 抑制难治 以及 针刺治疗的一些原则 诸弊不已 异议内也 各种弊症 如果不能 及时尽快的痊愈 而拖延下去的话 它都可以向内传辩 教材有助事 那个异就这个异 满意留意 发展 蔓延 各种弊症 如果不能够即时的痊愈 它都可以向内蔓延 所以叫异议内也 其风气胜者 其人异议也 风邪为主的弊症 这个病容易痊愈 因为风性善动啊 散风的方法 可以散除出去 所以叫 其风气胜者 其人异议也 风性善动 风性清阳 所以用散风的方法 比较容易治疗 这是说异议 下面又 避约 毕 其实有死者 毕症啊 有的时候 还可以引起死亡 或痛久者 有的疼痛很久 就是说不容易很快痊愈 或异议者 那么就说的呢 有的就容易痊愈 其故何也 为什么 毕症有的引起死亡 有的痛久而不遇 有的就比较容易痊愈呢 其故回答说 其入脏者死 毕症入于内脏 病未已深 所以病情严重 比较难治 入脏者死 其流连筋骨尖者 疼久 流连筋骨尖者 那看来是 以寒失为主 失为作弊 流至不去嘛 寒为痛弊 所以寒邪为主 引起的疼痛 所以病未又深 又疼痛 又滞留不去 那么看来 这种避症 邪气 就本片而言 还是以寒失为主 引起的避症 因为前面讲了嘛 风气胜者 欺人意义嘛 所以这个 七流连筋骨尖 疼久 主要是指寒失之邪 引起的避症 疼痛 而且重拙不移 失为阴邪 粘质 不容易去掉 所以病程也久 病胃也深 流连筋骨尖 当然对夏文而言 其流皮肤尖者 那么反映出来 流连筋骨尖 病胃深吗 流于皮肤尖者 病胃浅吗 病胃浅 那容易痊愈 病胃深的 难于治愈 入葬者 那就治起来 就更难了 所以说入葬者死 下面帝约 其刻于六腑者 何也 什么原因 在什么情况下 避症 刻于六腑 而成为六腑之避呢 其国回答说 此意 其隐食居处 为其病本也 这是由于饮食失调 正如前文所说 饮食自备 肠胃乃伤 肠胃功能失调了嘛 所以这是饮食 居处 是他的居住生活环境 不好 比如说 比如说 风 房屋不严密 风大 潮湿 阴冷 这都是居处 所以此意 因其 此意气 食饮居处 为其病本 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 由于饮食不当 和由于居处 环境不适宜 导致了人体的正气 衰弱 这样的话呢 是成为病本 也就人体正气衰 是避症发生的根本 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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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腑壁 一个重要的 前提条件 六腑 亦各有书 风寒诗气 重其书 而食饮硬之 寻疏而入 各舍其福也 那么下面这句话呢 又是具体的讲一下 食饮居处 为其病本的 道理问题 说六腑 都各有各的书 这个书 可以指背部的书 血 膀胱经 背部的六腑之书 也可以指 手足 六阳经 在肢体上的书 血 书血 都是气血 忧行 出入之处嘛 内联于腹脏 那么五脏六腑 其所联系的 手足阳经 他们的书血呢 同样是气血 忧行出入 同样是与内外 体内外相联系的 这些道路 所以背部的六腑之书 和身体上的 所有的书血 都可以叫做书 当然 既然说的是六腑 那就是手足阳经 的上的书血 风寒 湿气 重气 疏 而食隐 硬治 外在的寒邪 食邪 风邪 从这些的书血 侵入 从书血 侵入 其实通过经脉 就可以到于六腑了 再加上食隐 硬治 食隐 不大 就前面说的 饮食自备 肠胃奶伤 等等 邪气 外亲 内有 饮食 不当 伤进了六腑之气 饮食不当 其实伤六腑 不只是 伤一个胃肠问题 但是胃 大肠 小肠 三胶 胖光 也是和饮食 有关的 六腑者 都是传导化物的 所以 由于饮食不当 使六腑传导功能失常 功能失调了 所以 这个邪气 就可以熏虚而入 各舍欲欺负 入于六腑 称为六腑壁 那么这就强调了 六腑壁的产生的 这个基础条件 是一个是 主要是饮食居处问题 饮食居处不当 使人体正气受伤 风寒时期才能够 寻疏而入 入于六腑 下边就谈了 五脑六腑之 壁的治疗问题 第 以真置之奈何 岂不曰 五脑有疏 六腑有和 寻脉之分 各有所发 各随其过 则病抽也 怎么治疗呢 五脑有其疏穴 疏和 是指的 从指端到走 走七步的 那个景迎疏经和 所谓的五疏穴 或者 阳经 景迎疏源经和 但是 那尽管是六 还叫五疏穴 景中疏经和 因为阴经没有圆穴 叫以疏代圆 所以 说是五个穴 这个五脏 有它疏穴 六腑 有它的和穴 我们教材 好像有过 这类的注释啊 这个是一个 互补的语言 也就是说 五脑有疏 有和 六腑 也有疏 有和 一般的住家 在住毕论的时候 就这么住 五脏壁 次五脏的书血和和血 六腑壁 次六腑的书血和和血 我先把这样讲下去啊 我说 住家们在住这句话说 多半是这么讲的 这是一个讲法 可是呢 我们刚讲完了 可论 可论可论也有 在藏者至其书 在福者至其和 福种者至其经 也是说 在藏至书 在福至和 这个道理啊 前人的说法就不一致 住血就不一致 我在讲可论的时候 这个问题我也谈到了 坦白的说 对这个问题 我理解不深 临床上 我用针刺的方法 医生也不多 而用针刺致咳嗽 藏咳致什么书血 腐咳致和血 我也没有更多体会 所以我也讲课当中提到过 前人住家也是说法不一 这个丹坡原检 在素问世里头 自己也说了 为之和事 不知哪个住家说的是对的 他是在评论了 若干加的对这个解释之后 自己下的结论 他也说为之和事 不知道谁说的对 但是我倒有一个初步的想法 特别是咳论这个问题 因为咳这是一致的 咳论他可是说的 从皮腐传到脏 由脏九颗不移 乃传于腐的 在这个传遍过程当中 他是认为藏仙病厚道于腐 而井莹疏经和的问题 和血是深的 对不对 我说过吧 从井穴开始 像泉水一样开始冒出来 是这个十二经的经 经气啊 都是从四肢端往上走的 不是按经脉巡行啊 他说经气的流露 都是从枝端开始 所出为井嘛 开始像泉水一样冒出来 往上 从枝端 往内行走 所谓 渐行 跃行 跃行跃盛 跃行跃身吧 跃行 经气越旺盛 跃行经气越旺盛 同时呢 部位也从最浅入身 和 就入府 入礼了 那么从这个理论上 经气到和就入于礼了 部位就深了 所以说 疾病传遍呢 他也是说从藏传到府的 起码可论上 说的这个比较清楚 因此似乎 在这个关 这个病 看来 府病反而是最后的 比藏病还要厚 甚至于还有身 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 从府传脏 这个身陷问题 这种病 他就有这么一个特点 既然是 府病是后期 是从脏传来 相对来说 病情反而沉重了 病位反而是深了 那么所以 府病次和血 和血是最深的嘛 这可以解释 脏刺其疏 俯刺其和 当然这也是我的这样一个理解 总之把这个问题 还有在临床实验中的研究 下一本 另外一个针刺法 是寻脉之分各有所发 那是根据经脉巡行的部位 它所出现的症状 表现在这个疼痛的 避震的症状 疼痛也好 酸楚也好 表现在什么部位 这个部位相当于什么经脉 因为经脉巡行各有所 各有它的规定的路线嘛 所以 疾病的所表现出的症状 看它是属于哪一经的 那叫做 寻脉之分各有所发 随其过 各随其过 做病抽业 那就根据它所表现出来的部位 疾病的症状部位 判断是哪一经 然后在这经上取血针刺 或者说 有可能的话 直接针刺疼痛部位 那肢表上的 体表上的肢体壁 刺疼痛部位没问题嘛 当然脏腑壁刺不好 不能直接针刺内脏 特别乳脏不能深刺 不能刺的 所以说 在肢体上的体表上呢 既可以针刺相应的经脉的穴位 也可以针刺痛点 病痛的部位 所谓阿氏穴 一痛为书 灵书经的金经篇 把它叫做 以痛为书 这个阿氏穴是后氏的称呼 是一种相声词 所以按照成阿氏 这乙痛为书呢 是内经的原话 乙痛为书也是各随其过 有些个疼痛部位不能针刺 那你就应该考虑 这个疼痛部位是属于哪一经 在经脉上 相应的经脉上去取血 则病抽烟 那么这样的话呢 病就可以痊愈了 抽啊和这个搓呀 在这里它都是一个意思 前文 在前面的内容是我们谈到的搓嘛 昼日则搓 入夜则慎的哈 这个弊论的原文 我们串讲呢 就就讲到这里了 下面翻过页196页 再看理论阐释 理论阐释 谈到本段经文系统的 论述了避症的病因 病基分类症候传变 治疗 以及愈后 可谓是内经 论述避病的重要文献 内经还有其他的文献 讨论避症挺多的 但是这个毕竟是很主要的 所以呢 借着这个问题 借着讨论避论 下面谈了关于 毕的含义 毕的发病机理 毕的分类 以及 毕正的预后 和治疗原则问题 因为我们选 有关毕正的问题 虽然内经不止本篇 但是我们只选了这篇 作为主要一篇选过来 所以借着这篇 把内经里 关于毕正的 有关问题 进行个理论阐释 关于毕的含义 我讲过了 作为这个字来讲 毕就是毕赛不通的意思 所以毕病 就本篇而言 是指受风寒失血所致 导致气血凝滞 经脉毕赛不通 毕者毕也就毕赛吧 毕赛不通一类的疾病 这是关于他的含义 而且这是以病基 延期病名 用病基来确定病名 病基就是气血瘀制不通了吗 毕赛不通了 所以这是病基问题 出本篇专论毕正外 还有四十余篇 设计与毕有关的内容 其中以毕命名的 病有五十余种 也就五十余种 以毕命名的病 现在就旧内经所论毕之含义 可以归纳有这样四点 毕的含义有四点 一为病名 其实这是病名和这是病基 毕正啊 是病名问题 一是病名 毕正是病名 泛指风寒失血所致 气血经脉 毕阻 不通一类的疾病 作为病名 当然也是病基 由病基命名嘛 这是含义之一 在内经里头 关于毕正那个毕字 第二所指 是指痛风 立解病 是指痛风 立解病 就是关节疼痛 各个关节都疼痛 立解疯嘛 经历每个关节都痛 所以叫立解疯 这也叫毕 比如灵书寒热病篇所说的 骨壁菊节不用而痛 还有本篇所说的行壁 痛壁 捉壁 这都是指着肢解的疼痛问题 就是肢解的疼痛 也叫毕正 好像我们现在口头上常说的 毕正毕正 多半是指这种 关节疼痛的一类的病 真说胸壁呀 心壁呀 这反而比较专业语言 更深了一些了 第二种是指着 关节疼痛这类的病 第三节是指 臂在不通的病基 这是指的 臂在不通的病基 比如阴阳西亚大论说 说一阴一阳阶 位置侯壁 一阴一阳两经之气 相搏接在一起 而不通上了 一阴一阳接 这样的话导致了喉壁 咽喉的壁在不通 又如致真药大论所说 10B自O 这O2的症状是 10B的一个主要症状 那么这里说的B呢 就是指的病基问题 B在不通的病基问题 不是特指某些病 第四对于 是对阴份病的泛称 病在阳份 病在阴份呢 这大体分类吗 病在阴份 泛称 叫做B 灵书受邀刚柔篇所说的 病在阳者明曰风 病在阴者明曰B 速问宣明武器篇所说的 协助于阴子B B的含义 它是说病在阴份 那都叫B 所以说关于B的含义 就内经里边看 有这样几类 我们作为一个归纳 大家学习方便 第二关于B论的 B的这个发病基礼 以及B的病因问题 你看我们教材上 谈的是病的发病基礼 那么实际上一开始 第一条小点 谈的是病因 本段所说的病因 是风寒时三气 杂质 很少单一侵入人体的 尽管三者有所偏胜 但是它是相杂为病 所以叫风寒时三气杂质 何而为B嘛 但是要知道 内经里头关于B病的病因 可不止这个风寒时 也有热血 在本篇下边也谈到了 也有B热 就是说也有热血 不只是风寒时 当然本篇下边所谈到B热 是风寒时 吸入体内之后化热 它叫B热 但是化为热 它也是病邪了 这热也是病邪 那么在实践当中 也有就是热血清 那么一开始病就是热的了 所以就病因来说 本段本篇强调的是 风寒时三气 那么其实呢 湿热壁在目前临床上 并不是少见的 湿热壁 那么湿热壁呢 也可能是由于风寒时三气杂志 侵入体内化为湿流为热 或者化成热 本来就有湿邪嘛 寒邪可以化热 那么也可能是由于 直接就受的是 湿热之邪 所以在临床上治疗弊症啊 不要知道风寒湿 风寒湿 只知道去湿散寒散风 这是不全面的 就相当 特别是目前临床上看到 有相当一部分 这个特别是关节类的疾病 最常很常见的 它是一种湿热 应该用清热造湿的方法 应该用二妙三妙散的 这个基础方 去治疗的病 不少见的 当然灵书经上 还有一篇 叫做周壁篇 周壁 又谈到了两个弊症 一个是周壁 一个是重壁 也讨论了 另外的其他相关的病基 就是又丰富了 本篇所说 风寒诗三妻杂志 何而为弊 行弊痛弊 捉弊 这样一些个内容 当然 毕竟还是以 在旧内经来说 还是以本篇 论弊症事为主 这是关于病因 关于季节发病 季节发病 本篇讲的比较透彻 五脏各以其实受阅 金币就容易在春天得 脉币就容易在夏天得 谷币就容易在冬季得 如果体币不以 腹感于邪 重感于风寒时之邪 那么就传入到内脏 成为内脏之壁 不单是季节问题 还有甲乙日 丙丁日 所谓施干日 施干化为五行 甲乙为木 丙丁为火 物己为土 更心为金 人鬼为水 同样的木火土金水 五行之日 施干日化为五行 又和五脏相应 所以五脏五体之壁 又和这日期有关系 所以季节发病 与时间的问题 都是值得重视的 这是第二点 病基的第二发病基礼 第二点第三点 关于五脏壁的发病基礼 五脏病的发病基礼 在197月 那个第一个小的自然段 这小的自然段里头 关于五脏壁的发病基礼 谈了这样四点 一点是病久就入脏 壁正久了 就可以入脏 五体壁可以传入到五脏 是第二个内容是 各脏应食 也就是各脏在其所相应的季节 感受风寒时之邪 而发为五脏之壁 第三个内容 这个部分的第三个内容 是讲的 五脏经伤 五脏经细受伤 那就容易产生五脏之壁 第三个内容 第四个内容是说盈胃失常 盈胃失常 不能够正常的营养内脏了 所以呢 就可以出现内脏壁 所以五脏病的发病基礼问题 这一段 讲了这四个内容 一是病久入脏 称壁 一是各脏在其所相应之时 容易感受邪气而发病 第三是五脏经细受伤 成为臂病发生的 五脏壁发生的一个基础因素 第四是盈胃失常 也是臂病发生的一个体内的条件 这是理论产生第二个问题中的第三小点 第四小点 六腐壁的发病基礼 六腐壁的发病基礼这一段 其的发生是寻经入腐 六腐壁的发生啊 提到的是寻经而入于腐 其产生呢 六腐壁的产生呢 首先是隐私居处为其病本 由于隐私居处不大 导致了六腐功能受伤 所以第一点是隐私居处不大 为发病之本 第二点是盈胃失调 也是六腐壁形成的内在条件 所以关于六腐壁发生基礼这一段是主要讲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六腐壁发生在于饮食居处为其病本 第二是体内先有盈胃失调 才是六腐壁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 这是理论阐释的第二个大问题 理论阐释的第三个问题 197页的下边中间偏下一点 第三个大问题是弊病的分类 弊病的分类第一是根据病因分类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本段所说的 风寒是三气杂志 那么有风为主 有寒为主 有湿为主 是根据这个病因分类 第二是根据主要症状分类 那就是所说的行壁痛壁作壁 行啊痛啊重啊 这是症状分类吗 当然刚才我提到了 灵书的周壁篇 还有还有这个周壁重壁 一些个分类方法 而周壁呢 它也是幽走环绕 周变全身 那叫周壁 也是根据症状特点来命名的 因为疼痛的部位广泛 那就叫做重壁 也是根据症状特点 分类的第三个方面呢 是病性来分类 那就是有寒有热有湿 有的必寒 有的必有热症 身发热 有的必多汗 而湿 这是根据这个什么 病性 有含有热 这属于病性嘛 性质 这属于分类而言呢 是有这么三种分类方法 198月关于理论产生的第四个问题 论弊病的育后问题 育后问题是我们今天才讲的内容 其风些异议 其在前表者异议 其含些 特别是诗些为主的 病难以 病未深的病难以 病未浅容易痊愈 病未深不容易痊愈 对吧 在基辅的容易痊愈 在这个 深入筋骨的就难愈 但入于五脏的就危险 这从病未而言 深入五脏的病就危险 再有病程长短 病程短的就痊愈 病程久的就难愈 病程 病未病程 邪气病因 风邪的意义 寒失之邪就难以 再有 还有一个叫 这是后边讲的 本段没有讲 后边谈到了 这个愈后的问题 有个其病不痛 避症不疼痛 难以 避症是不是避症 但是他不疼 反而难治 后边要谈到这个人 不疼 或者不痛的问题 把这个道理 因为在讲 预后问题 这一起讲了先 为什么不疼了 他反而病重了 实际上说 病情久 病胃深 气血啊 就不营养 那些个部位了 B的部位 不营养的部位 固然是有时候疼 有时候就不知道疼了 失去这个知觉了 就不营养了 等于是虚的很厉害了 他反而不疼 这个 举个例子 你们临床上可以看到的 有些病人是关节病 他们叫避症 或者现在说的是肋风湿吧 举例就说是肋风湿吧 肋风湿开始 有种痛 关节疼痛 那并不算是最重的 最重到最后不痛了 他可也就不能动了 这个临床啊 见到肢体 变什么形 就是什么形了 最惨的 我记得在七十年代初的时候 到这个 那个那个汉姑 就天津郊区八大姑 到汉姑去 我们在这就开门办学的时候 到农村里去 七十年代初 有一个三十几岁的一个男子 那就卧床不能动了 身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你要给他翻身 就一个甘树枝子一样翻过来 他这个小动作 你还能做一点 所以就在床上躺着 还能编织点 麦杆之类的小玩意 那就真的不痛 就这么 只能这么待着 你要给翻什么 他就什么 这都是固定住了 是不是 就是避病症来试 还疼不疼就是不疼了 那是从小得的病 那这条件也差 所以啊 这不疼痛的 病久病深而不痛的 那是真实难指 我们作为医疗队 给你也看过几次 疗小不好 最后的理论阐释的 关于 弊病的次治原则问题 次治原则 一是辩证论治 所以五脏有疏六浮有和寻脉之分 二是根据疼痛的部位辩治 就是 以痛为疏啊 咱们指出的是灵书的金经篇 灵书金经篇 这不是刺疗原则有两个吧 一是辩证论治的 属于五脏的治 五脏六腑 之臂的可以刺疏血 刺和血 还可以根据经脉 寻形的部位 来取相应经脉上的穴位 再有就是根据疼痛部位 哪疼刺呢 这是刺治原则问题 至于林郑指药 咱们后边就说的比较简单 举了几个例子 说是 一是要审阴论治 以风邪偏盛的举例的话呢 真刺可以用六刺法 因为六刺法是刺浅 刺乐 左边 并在左刺之右 并在右刺之左 是取乐血 取乐脉 引起并未浅 所以这是说 风邪偏盛 风邪偏盛并未浅嘛 所以可以六刺 这道理懂了哈 同时呢 说方用方药 可以选用方风 方风汤加味 这当然是举例颜值 因为它风邪为主嘛 所以方风汤加味 以含邪偏盛的痛臂呢 可以考虑用火脆热韵方法 火脆就把这针烧红了针刺啊 热韵就是把药用布包裹上 蒸热的在寒冷疼痛的部位上去熨烫 这个法法好像比较容易接受 把火烧红了针刺 有些人惧怕 还是根据情况 但是这个疼痛很厉害 含血很盛 有的病人也愿意接受这个疗法 这是不同的人呢 在不同的条件 不同的环境下 人们适应程度不一样 如果不能用火脆的话 就用药运嘛 《灵书经》上有这类记载 都是含币 但是他说如果是劳动群众 所谓不一之事 那可以用火脆 说王公大人 是高粮后卫这些人 他耐受性就不行 那就可以用药运 所以这个治含币啊 根据病人的情况 个体情况来选择 所谓因人之一 方可以选无头汤 甘草福子汤之类 散其寒 温阳散寒 若是以失邪偏盛 所致的猪币 可以考虑捐币汤 刚才我也谈到了一个 如果是失热呢 可以二妙三妙 这类的方法 这是关于审阴论治 第二点是脏腑定位论治 根据臂病所在脏腑 而选用不同的治法 比如说心臂 用灵贵猪肝汤 瓜楼蟹白半下汤之类 肝臂用肝臂散 肺臂用肺臂汤之类 这当然是一种举例说明 可选方的很多 第一段呢 毕论的第一段 我们就全部讲完 下面看第二段 在199页 199页这一段是 讲的什么内容呢 是因为密乱 受邪 而为毕 因为密乱 因为直气密乱 又感受了 风寒师之邪 而为毕 以及 避正寒热 与多汗的病机 因为密乱 受邪 而为毕 以及 毕之寒热 与多汗的病机 这段是讲这个内容 我来读一遍 毕曰 因为之气 亦令人病呼 亦令人避呼 齐博曰 迎者水谷之精气也 何调于五脏 洒沉于六腑 乃能入于脉也 故寻脑上下 灌五脏 乐六腑也 为气者 水谷之汗气也 其气飘济 华丽 不能入于脉也 故寻皮腑之中 分肉之间 寻于荒摩 散于胸腑 逆其气 则病 从其气 则愈 不与风寒 时气和 故不为比 帝曰善 必或痛 或不痛 或不仁 或寒 或热 或躁 或失 其故何也 其不曰 痛者寒气多也 有寒 故痛也 其不痛 不仁者 病久入身 淫畏之行色 经乐时疏 故不通 皮腑不营 故为不仁 其寒者 阳气少 阴气多 与病相亦 故寒也 其热者 阳气多 阴气少 病气盛 阳遭阴 故为避热 其多汗 多汗而如热 此气风湿甚也 阳气少 阴气盛 两气相感 故汗出 而如也 第一 夫避日为病 不痛 何也 其不曰 避在于谷 则重 在于脉 则血 宁而不流 在于筋 则趋不深 在于肉 则不仁 在于皮 则寒 故据此无者 则不痛也 凡臂之类 风寒 则重 这个重啊 也可以度为疼 本身那字 念重 不会错 读成疼 也不算错 风寒 则重 风热 则总 必约善 你看这一段内容 不是强调了 迎味之气和避病 发生的关系 以及 避症 还有一些个 各种各样的症状 疼的 不疼的 热的 燥的 湿的 多汗的 等等情况 问这些情况 是怎么样造成的 那不就讨论 寒热 多汗的病激问题吗 所以这段 主要是讨论 这两个内容 一是迎味之气 和避症的 关系问题 一个是 出现这些 常见的 这些症状 病激何在 我们休息一下 再讲 这些症状